大家好 歡迎收看近日灣區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加拿大多倫多大火 中國留學生一死三傷 杜絕吸毒針頭 灣區捷運將派專人清理 灣區航空博物館 新面貌迎接20週歲 紐約獨特警官曼哈頓旋日2018首秀 新聞一開始 首先來關注 週三凌晨2點半左右 在加拿大多倫多發生了一起火災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傷 死傷者都是多倫多大學釋迦堡分校的學生 火災發生在週三凌晨2點半左右 多倫多消防局副局長Jim Jacek表示 事發當時 火事曾一度失控 房屋已變成廢墟 救護人員在獨立屋的二樓發現一具屍體 她是一名中國女留學生 之前在多倫多大學釋迦堡分校讀書 據死者生前好友透露 死者的英文名是Helen Go 另外三名受傷的中國留學生已被送往醫院 目前還不清楚他們的傷勢 消防局正在調查火災原因 根據文件 房產是一位華人買下出租 發生火災時 他沒住在屋裡 新潭記者周佳圖 加拿大多倫多報導 焦點轉回灣區 近期 灣區捷運接連出現被隨意丟棄的吸毒針頭 引發乘客恐慌 週三 捷運當局宣布將會派出專門的清理小組 及時處理這一棘手的問題 灣區捷運週三發表聲明 針對車廂衛生叉和針頭亂丟等現象 將成立專門的快速享用清理隊伍 在關鍵路段車站執行任務 Bart還宣布 江派專人在東灣的奧克蘭麥克阿瑟和梅里特湖站 對列車車廂內部進行清理 這兩個車站也是Bart所有五條線必經的車站 這一專門負責清理的隊伍由14人組成 Bart方面計劃擴招到19人 此外 如果乘客發現注射針頭等危險物品 從6月4號開始 可以用手機登陸Bart網站彙報情況 近期 灣區捷運多次爆出列車內出現毒品注射針頭的消息 甚至有乘客無意中被針頭扎到 引起人們對毒品氾濫問題的廣泛關注 新唐劇者林秀蘭綜合報導 5月29日 沙加緬度的執法官員宣布 對加州非法大麻種植地點進行新的打擊行動 新證據顯示 非法種植大麻對加州的森林和野生動物 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並且 這些地方是由墨西哥毒品組織來管理 美國檢察官Mike Greger-Scott說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特別嚴峻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超過1萬6千英畝的國家森林 在過去幾年中 這些犯罪組織採用了一種名為富南丹的殺蟲劑 這種殺蟲劑在加州已經被禁止10年了 同時 他們並沒有把它當作殺蟲劑 而是用來殺死那些會吃大麻葉的動物 殺蟲劑被撒在地上 成為一種致命的毒藥 官員說 加州現在生產的大麻比墨西哥還多 種植造成數百萬加倫的水被污染和轉移 並在數百個地點留下垃圾堆 危及公眾使用森林 據官員說 在種植地點發現這類化學品 已從2012年的12%增加到去年的78% 來關心中期選舉 第39選區的資深國會議員羅伊斯宣布 不在競選連任之後 目前有17位候選人正在競選該席位 共和黨人費爾·李伯瑞托是其中唯一一位 把推動川普新政作為競選主張的候選人 會計師出身 當過電臺主持並兼任牧師的費爾·李伯瑞托 得到被稱為美國最強悍警長阿帕歐的背書 阿帕歐也是最早為川普競選總統背書的人 從商三十多年的費爾·李伯瑞托表示 自己對國家的狀況感到憂心 想要為國服務 李伯瑞托重視家庭 反對墮胎 擁護持槍權 他認為加州正是需要這樣的保守派聲音 這國家是基於基督的基督的基督 這是我們需要再建立這國家 真正的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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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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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 基督的基督的基督 華人記者劉飛 楊洋 洛杉磯采訪報導 為了幫助孩子瞭解有關航空發展歷史 同時慶祝建管20週年 灣區西勒航空博物館今年夏季 將會舉辦以科技為主題的展覽 來歡迎參觀者 接著就隨記者一起去先讀為快 這個夏季位於中半島 聖卡洛斯機場邊的西勒航空歷史博物館 迎來了他20週歲的生日 為此西勒航空博物館外觀重新刷漆 一改以往的面貌 另外 西勒航空博物館裡面 增加了包括FMX紅鳥飛機 無人機駕駛等各種模擬飛行器 幫助人們了解並體驗 實際駕駛飛行操作 同時博物館裡還增加了包括三維打印的創新實驗室 鼓勵孩子們發揮創造力 幾乎與博物館同齡 從小沉浸在西勒航空博物館裡長大的安森尼表示 博物館對他的人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我好像在這裡生長了 我從來小時候因為我父親來的小孩 我剛才16歲 我開始做航空訓練 我當時17歲 所以我愛與飛機有關的東西 有50多部航天飛行器 專門研究北加州飛機歷史和直升機歷史 這個週六將舉辦最大的小型飛機展 新唐人記者古新月李舒健 距今山灣區中半島採訪報導 在非洲 很多兒童因為沒有鞋穿 而被蚊蟲叮咬感染 甚至是喪命 2014年 臺灣青年楊宥任發起了救鞋救命計劃 倡議捐出救鞋來幫助非洲兒童 目前已經得到了幾十萬人的響應 近期 這個計劃來到了灣區 呼籲善心人士踴躍捐助 在非洲肯尼亞 孩子們開心地穿上鞋子 之前他們都赤腳在沙地裡行走 而被一種叫沙澡的蟲子叮咬 腳步變得潰爛 有一些嚴重到沒有辦法上課 有一些可能會有更多的感染 甚至生命危險都有 那我知道這個狀況之後 我在臺灣先發起募集鞋子這件事情 2014年 楊宥任和他的加拿大妻子 共同發起了救鞋救命計劃 將別人不用的救鞋捐給非洲 沒想到短短時間便收到幾萬雙鞋子 這些年他們投入到給非洲兒童捐鞋的計劃 隨著越來越多的兒童穿上鞋 幫助的計劃也在不斷擴展 我們很容易看到鞋子有著穿了 可是哇 他們還是喝骯髒的水 或者是沒有辦法接受教育 或者連衛生棉都沒有 女生衛生棉沒有 然後結果沒有辦法去上課 所以一連串的知道更多問題之後 我們發展更多的計劃去幫助照顧他們 楊宥任帶領愛心人士將運行的貨箱 做成教室 診所等建築 幫助當地打水井 讓他們喝上乾淨的水 幫助他們發展農業 養雞等 在他們的幫助下 支援的地點在不斷發生變化 所以這些貨櫃建築 現在建築到大概四十幾間 那也正在不斷地繼續進行當中 那鞋子的話 可能已經到一百萬 兩百萬雙鞋 日前 救鞋救命的計劃 在台灣 香港 加拿大 美國等地 紛紛得到愛心人士的響應 灣區目前也正在進行募捐活動 那因為我知道 現在在那個 San Francisco Bay Area這邊 有正在募集當中 所以網路上搜尋他們的資訊 他們會到各個學校去收集鞋子 以及到某一些公司 到一些據點去收集鞋子 灣區活動組織者介紹 目前含差三萬雙鞋子 組成一個貨箱運往非洲 呼籲愛心人士踴躍捐鞋 希望獻出愛心的朋友 可以在網路上搜集 STEP30 SF Bay Area 了解更多的信息 新潭記者錦雅蘭 聖塔克拉拉報道 接著來看今天的灣區簡訊 30日從舊金山飛往洛杉磯的西南航空1250號航班 起飛後不久折返 緊急降落在盛河溪機場 機場發言人表示 緊急救援人員奔赴現場 問題已經被解決 有媒體報導稱 是由於發現洗手間冒煙而破降的 西南航空1250號航班 於下午3點30分起飛後 馬上要求破降 40分鐘後降落在豐田盛河溪國際機場 康縣消防發言人5月30日表示 上個月一場大火燒毀了康縣的一處 正在建設的公寓大樓 聯邦調查人員已經確定屬於縱火 正在建設中的 Concord文藝復興廣場公寓第二期工程 計畫有180間公寓 4月24日凌晨開始的三級火災 造成了大約550萬美元的損失 全美四個人口最多的州擁有最高的信用卡 債務總額 而加州更是全美最高 根據最新的審計報告 到2017年底 加州人已經累計了超過1068億美元的信用卡債務 德克薩斯州以673億美元排名第二 佛羅里達州以592億美元排名第三 紐約州排名第四為581億美元 新唐記者宇偉綜合報導 下集新聞來關注 反技術盜竊 美國縮減中國學生簽證期限 一起來關注 白宮官員週二透露 將從6月11日起 限制特定專業的中國留學生或研究人員的赴美簽證期限 這項新規定已經送達了美國的使領館 美聯社稱獲得白宮官員的消息 那些到美國大學研讀包括航空機器人技術 高科技製造業等專業的中國留學生 將只能獲得一年的簽證 美中貿易第三輪談判就要開始 而簽證新規定涉及的專業都是北京宣布的中國製造2025計畫中的重要行業 他認為新政策對於相關專業的留學生試著打擊 但中共通過非法手段企圖操控科技科研領域的做法 才是罪魁禍首 來自中國大陸的那些真心想實習科學和技術的人 那確實是一個打擊 但實際上呢 這些青年年輕有為的智慧的中國人呢 被中共給耽誤了 中共用這些不合法的方式把這些人給收買回來 或者是騙回來 讓他們為中共效力 為中國的國防科技效力 通過這些不正常的手段 那實際上最後也害了這些人 對於可能在6月11日實施的簽證新規 學生們也談了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也認識很多跟我學同一個專業的學弟學妹們 然後發現今年簽證的通過力確實是有降低的 Track的人數要比去年高 The motive behind such a move is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America And I think to that extent it might be effective But obviously the authorities will have to weigh both the cost and benefits 新唐人記者李萊奧利福 紐約報導 白宮週二宣布重啟對華301關稅後 中共強烈反彈 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回應 不過美國學者認為 這只是中共的愚民話術 事實上 中共很可能在未來談判中會讓步 以擴大開放來換取美國擱置關稅 美中第二輪談判上週達成聯合聲明 中方承諾擴大進口 保護知識產權 美國財長則宣布暫停對華301關稅 所以現在我們卻決定把資料放在掌握 我們正在嘗試制規制規制規制 他可以一直決定把資料放在掌握 如果中國跟他們的願意不通 時隔9天 白宮聲明將重啟關稅 於6月中旬公布具體清單 白宮作出策略轉變 學者認為事出有因 我想可能是有事情能在起個變化 也許是跟中共和北朝鮮之地的互動有關 另外一點 我想可能美國國會 也是白宮會施加一些壓力 讓他們對中共不能夠輕易地相信 因為美國歷劫政策過去跟中國做過多少次的談判 每次中國都是承諾的時候說得很好 但是多少年都不兑現 這次美國下了決心 這是玩真的 那就一定要在羅斯部長去正式簽署之前 要施加很大的壓力 像在他們的桌上 美國人類的攻勢 它就不是一個空口 縮一手而已 白宮宣布重啟關稅 中共商務部 外交部 新華社言辭回應 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捍衛自身利益 不過學者認為 這是中共對內愚民的話術 事實上 中共缺乏與美國經貿對抗的底牌 最終仍會讓步 他們不敢發狠 因為它這狠不下去嘛 它對中心這個芯片的制裁 就是非常打中要害 到現在它不敢再說什麼 它現在的官方媒體 它還是要喊那麼幾場的 不是給美國看 主要是給中國的老百姓看 中美經貿摩擦 衝擊中共 不過中國的消費者從中受益 由於美國強力要求中共開放市場 北京5月30號宣布 從7月1號起 下調服裝寫帽的關稅到7.1% 洗衣機 美容美髮等日用消費品的關稅 也分別降低5.5%到12.5% 5月30號下午 美國談判先遣團已抵達北京 未來幾天 中美將展開第三輪經貿談判 謝田認為 如果北京同意簽署細則 確保更大程度的開放市場 保護智慧產權 美國仍有可能暫停關稅 不過學界普遍認為 中共為維護其既得利益 會竭力拖延 未來中美談判仍前路漫漫 新唐人記者 玲瀾 紐約報導 最新世界大學排名出爐 哈佛大學蟬聯第一 最新世界大學排名出爐 哈佛大學蟬聯第一 通過對全球61個國家的1000所優質大學做出年度評估 世界大學排名中心公布的最新排名顯示 美國大學教育仍然領先全球 共有51所院校幾近前100 其中 哈佛大學再度排名榜首 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排名第二和第三 英國的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分列第四名和第五名 這項排名的評判標準 主要為大學校友的國際認可度 擔任首席執行官的校友人數 大學學者的國際認可度 研究成果 研究論文的質量 以及影響力和被引用的情況等等 其中 研究因素佔每所大學得分的70% 新唐記者林肖然綜合報導 來看一則科技消息 蘋果正式確定 今年的開發者大會 將會於6月4日至8日 在被稱為是硅谷首都的加州盛河西舉行 按照慣例 蘋果開發者大會 主要會帶來電腦產品的更新與發布 還有軟件操作系統的更新 今年的開發者大會 預計蘋果除了會帶來常規的操作系統更新之外 期待已久的臉部識別版iPad Pro 或將亮相 預計將取消物理Home按鍵 進一步擴大屏佔比 帶來更好的顯示效果 隨著英特爾第八代處理器的到來 蘋果應該會對MacBook、MacBook Pro 以及iMac等產品進行硬件升級 同時 蘋果蝴蝶鍵盤的無響音故障 引發了集體訴訟 新產品在鍵盤的設計上應該會有改進 有消息表示 新的13英寸MacBook 或將推出 將代替目前MacBook Air的產品線 並進一步拉低MacBook的售價 還有消息稱 HomePod智能音響的廉價版或許登場 以更低的價格來佔領智能音響消費市場份額 另外 大家還期待著蘋果去年9月份發布的 AirPower無線充電版能面試 因為發著問題而被推遲 AirPower專為iPhone X、8以及Apple Watch等設備設計 可以同時對三款設備進行無線充電 軟件方面 iOS12可以說是WWDC 2018最受關注的更新之一 在經歷過iOS11的一系列漏洞後 蘋果應該會更加關注系統在穩定性方面的設計 因此 iOS12或許更加注重產品質量而非創新 新台記者曹景哲綜合報導 接著來看今天的財經素描 MSCI明成將中興通訊等五家公司 從MSCI中國A指數等多個指數中剔除 因為這五家公司股票停牌 4月17日起 中興通訊在深圳交易所交易的A股 香港聯交所交易的H股停牌 5月29日 離岸在岸人民幣雙雙下挫均跌破了6.4關口 創近四個月的新低 美元持續走強令人民幣承壓 隔夜美元指數闖去年11月以來的新高 意大利政局不穩 投資者要求意大利當局提供更高的國債收益率 10年期意大利國債收益率周二上漲43個基點 爆3.106% 自2014年6月以來首次突破3% 投資者轉向政經形勢相對穩定的德國 10年期德國國債收益率跌破了10個基點 爆0.24% 紐約獨特景觀 巴哈頓旋日2018首秀 每年5月至7月間 在紐約市會出現一道獨特的風景 曼哈頓旋日 今年的旋日 在週二晚間首次出現 直接一起去看看 週二晚間 紐約出現了首次曼哈頓旋日景觀 隨著太陽落下 透著金色的紅色火焰光芒 將撒向曼哈頓所有東西向的街道 雖然今年這一壯觀的景象 被一朵調皮的雲彩遮擋 但現場還是人潮擁擠 人們爭相一睹今年的首次旋日景觀 如果您錯過了本週二和週三的旋日景觀 也不用灰心 今年還將有兩次的觀賞機會 分別是7月12號和13號兩天 最佳觀賞時機為8點21分 想要觀看的民眾 則是最好提前半小時來到觀賞點 而觀看旋日的最佳地點 分別在曼哈頓的十四階 二十三階 三十四階 四十二階 以及五十七階 新唐人記者宇廷 紐約報導 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請到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